台美之间因为没有邦交很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说 但这几年台美军事交流倒是越来越台面化了 我们TVBS就独家取得了一张照片 您可以看到有外国联孔 他们是来台协训的美军游寄兵 在台湾搭民众的便车 至于前特战指挥官也分析 美军多年来已经提供了国军非常多的实战化训练 那也协助台湾建立有效的贺阻力量 蓝色小货车搭配背景的铁皮屋 典型的台湾山区景象 但仔细一看 货车后抖上的乘客是一群白人男性 同车前排还有台湾小朋友 这是美军突击兵来台协训教官 休假时到台湾山区游玩 顺道搭乘在地民众的便车下山 美军来台频率逐渐拉高 规模也越来越大 训练的话 它的强度跟深度的广度 会随着我们不断的经验累积 逐次的增加 所以无可厚非一定会到外面来 那如果这些空间跟民众 不管是生活休憩 或是一些它会出现的话 那民众就会说 怎么以前没看到的 现在都看到了 这些如果事实让民众知道 在没有泄密 没有其他安全考量之前 我认为这也是我们乐观其成的 以这次来台的美军突击兵为例 这是美国陆军的精锐单位 是全球著名的青庄步兵 常年传授国军实战化的战术经验 前特战指挥官郭立生少将 也曾赴美通过突击训 他认为这些年来 美军的协助成效相当显著 他们把一些作战经验 把一些新的观念 甚至于过去 我们在这方面不足的地方 把我们补强了 那这对我来讲 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举个例子 曾经我们曾经到 和欢山高寒地训练 那他们就提供我们一个经验 就是他们在阿富汗作战的时候 突然六七千公尺 五六千公尺上面高海拔 发现有塔利班 有反抗军了 直升机坐上去 马上要作战 哪有时间上去适应高山症问题 所以他们就告诉我们说 哪些药物你可以先吃 那可以避免到高山症 果真 那你就消除很多高山症 危险的因子 这就是他给我们的一些正向 台美军事合作有五大范畴 分别是专家交流 是双方同等专长对等互访 机动辅训 由美军教官来台授课 以及互动协训 由美军小部队来台实作 联合演训 是我方派员赴美 利用对方场地设施进行演训 最后是随队观摩 我方安插人员进入美军建制部队见袭 这些合作模式 近年来强度大幅提升 台美军事交流 从过去的秘而不宣 现在越来越台面化 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美方 更加重视台海议题 想要凸显台美双方紧密的 准军事同盟关系 但另一个层面 恐怕也会加深世界 对台海情势危险的印象 担忧会造成战争的自我实现 曾预测中共将在2027犯台的 前美军印太司令戴维森 日前率团访台 并拜会我国官方智库 国防安全研究院 经历了乌俄战争 中共二十大定于一尊 他对中共武力犯台的评估 仍然没变 撇除犯台的动机与时机 像戴维森这样的高阶将领 不断预测中共武力犯台时间点 代表的是美军对中共 纯军事实力的忧心 而美国去年至少有 37名议员访台 是十年来最多 其他包含德国 比利时 英国 波兰等主流欧洲国家 也纷纷来台表达支持 全球民主与独裁两大阵营的对垒 越来越鲜明 台海冲突情势受到国际关注 台湾也借机拉拢价值相近的民主同盟 危机与转机只在一线之间 TPBS新闻杨清波顾上军台北报导 AI人工智慧现在在各领域积极展现 但也有人担心用在军事用途上 像是共军也有在发展智能化战争 包含了是习近平就曾命令共军 要加速发展这种战争的心态 他们设定目标是在2035年 要能初步具备智能化战争的能力 那更多的讯息我们交给记者韦佳琪 无人战队来袭 中共打算2035年就要来打智能化战争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十九大报告的时候就有强调了 要加快军事的智能化发展 包括了整个网路的联合作战 再加上全域作战 他也分成了三个部分 包含了第一个机器主战 那么还有万物互联 甚至是演算法来制胜 而其实未来的人工智慧 有没有可能真的会在战争里面来应用呢 尤其是无人作战 自主作战 集群作战 还有就是人机协同作战 未来的人类可能会退居到后面 来做指挥操作 那么让机器往前移动到第一战线区 那么其实人类指挥机器自主 再加上网路支援 无人作战有五大特点 包含了哪些 第一个他可能会突破人类的心理限制 那么他再来也会突破 作战的时间限制 还有他的机动限制 那么大幅延伸 这战区的控制 对于敌军也可以做一些战略的奇袭 尤其可以看到 这一回在乌俄战争被广泛使用的无人机 就是其中之一 未来除了无人机之外 包括了无人坐舰艇 还有无人两栖作战车 可能都会投入到战场来使用 未来可能人类打的不是一对一的战争 而是智能化的战争 除了共军积极发展军力 台湾这里也努力的发展国防自主 飞弹系统就是我国相当关键的不对寸战力 那最近中科院也加开了16条陈线 中华民国防空飞弹密度 世界排名前三 现在攻击型飞弹数量也直线上升 国防部2021年通过2400亿海空战力 特别预算 委托中科院生产包括万件弹 熊生飞弹 熊二熊三等各式国产飞弹 目前中科院产线增加至16条 全速运转 以去年而言 它一共造了800枚各种不同形式的飞弹 然后也就是说 要把我们台湾用飞弹 装备成一个刺猬岛 过去中科院飞弹产线并非全自动生产 但现在投入经费扩充设备 产能预期从去年的800枚 提升到年产量1000枚以上 只是飞弹够了 拳头硬了 接下来要考验的是我们的监测系统 能不能看得见 打得准 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在卖我们 鱼叉反舰飞弹的时候 他强调一定要卖我们 那个雷达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每一个小单位 他自己都可以进行募获 除了我们自己雷达 那个争获之外 另外一个也就是盟国 是不是也可以提供我们相关的data link 目前国军的飞弹系统主要就是国产与美系两种体系 还没提到空军的幻象战机 甚至是法国系统 能否整合进同一个指挥链 共享战场共同图像 会是当前难题 那事实上现实就是法国的飞弹 法国的飞机 但是它不可能是美国的飞弹使用 美国的飞机使用法国的飞弹 这目前是并没有整合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 倘若未来美军要协防台湾 台美联合作战所需要的战场勤资与火力分配 目前也没有建立体系 真的开战恐怕会各行其政 难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有效战力 其实目前在资讯的整合上面 本来就出现美军的系统 与我们制制的部分 产生一些没有办法整合的状况 但这个讯息的分享 可能就要用另外的方式 譬如说讯息传输完 在荧幕上显示 我们以前叫做所谓的 作战共同图像这种机遇来执行 这样子比较有可能 随着中共军事威胁提升 国军加强武器产量 以及各式监测系统能力 然而中共的招数却也与时俱进 其实国军的雷达系统已经相当先进 但共军的侵扰手段也越来越多元 除了各型航空器的数量优势之外 还有像是无人机这种较难侦测的慢速机种 现在更多了最近相当火热的空飘气球 防不胜防 这样的侵扰手段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目标辨识负担 更甚者在战争时以下试换上试 采用廉价的无人机空飘气球 消耗我方珍贵的防空飞弹 国防部则表示都有掌握 气球我们国防部本身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处理方式 也就是侦测鉴别跟处置三个程序 具有侦测功能的气球 那当然我们会寻这个必要的手段来加以处置 中共的军事力量坐三望二 规模与质量都相当可观 但最可怕的是他们仍采取不对称思维 以廉价手段扰乱民主国家安宁 这对强调不对称建军的台湾来说 是严重警讯 我年轻的时候 中共的解放军是小米加补枪 穷得要命 我们国军是雄壮威武的美食装备 所以你实在要想 哪一个军种习惯了倚弱极强的不对称作战呢 反而是解放军不是国军 那国军要完完全全的扭转 尤其那些高阶将领 要扭转这些观念 至今这场不对称作战 说到底不对称作战是一种创意的展现 重点不在于使用的武器载台 而是灵活多变的用兵思维 台湾面对强于自己的军事强权 更必须跳脱框架 聪明应变 TVBS新闻李伟华顾尚军台北报道 因为新冠肺炎的风控影响 中国大陆智慧型手机受到连累 去年出货量是十年来的最惨 手机出货量一向被视为电子产业领先指标 根据大陆智库中国信通院最新数据显示 去年大陆智慧型手机出货2.64亿支 比2021年少了23.1% 一月份也有别的机构得出类似数据 创有史以来最大降幅 这也是时隔十年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 再次回落到3亿以下 大陆分析师认为 手机消费不振 除了因为去年动态清零政策 重创大陆经济 让很多人舍不得换手机以外 总量饱和加上缺乏新设计 也是一大原因 相信之下折叠荧幕手机 就成为唯一逆势上升的款式 面对新的一年 大陆分析师认为 由于经济预期持续低迷 手机市场恐怕还将低位徘徊 大环境不好 另一个问题就是库存太多 有分析师表示 光是小米手机的零件库存 就多达两到三千万只 所以今年业者最好还是保守务实 避免激进 先把库存清掉 比较实际 TV新闻综合报道 国安问题不只是在战场 最近台湾缺药的问题 也应该被重视 就像是医师上战场 却没有武器 可以杀敌 诊所里只剩一盒抗生素 氧化美剩一贯 现在基层诊所药局缺药缺很大 像是第一线抗生素 安萌西林 致酸剂氧氧化美 退烧药以西安分最为严重 这就是让医生上战场 却没有武器杀敌 缺药确实是一个国安问题 特别是像抗生素 这是杀菌用的 如果一个感染 没有抗生素可以治疗 小病会变大病 一个小小的伤口 可能会变成蜂窝性组织源 甚至可能就烂掉 切掉都可能的事情 这个 已经差不多缺了 差不多快半年了 喷鼻子的药 他说没有了 当然有些药没有了 我们有一个替代药 就是说譬如说 这个没有用另外一个厂商的 可是这个要缺到一个因素 你换了一个药 有时候效果不等同 小额科医师林毅然说重话 这是国安问题 他拿出缺货的鼻喷剂 说当初进来的健保价是两三百块 现在被压低不到一半 厂商怎么会想要进来 台湾的缺药危机早就开始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缺药 只是雪上加霜 我们的健保它有一个叫做总额预算在里面 在总额预算里面也有一个叫做药价的占率 它的药价占率就是说 我的药价的发挥的占比不能大于总额的多少% 因为它要符合那个比率 所以每年每年一直在调降那个药价 降到一颗药比糖果还便宜 而且这个降到甚至不符合成本 所以很多厂商就干脆不做了 台湾市场小本就不讨好又一直压低药价 如何跟别国抢新的药好的药 以养化美来说根据健保署统计 110年养化美申报健保用量高达2.5亿颗 给付大约4000多万元 用量相当庞大 但健保价一颗只有0.16元 业者生产意愿缺缺 养化美药性温和 常用作第一线软便剂 致酸剂使用 以致酸剂来说可以中和胃酸 缓解胃食道逆流等等 而台湾却要问题层出不穷 诊所和药局找药已经困窘到 不是跟药厂或药厂业务交货而是 基层药局跟诊所 目前因为缺药的严重度 等于是说变成必须要以药异药 针对缺药的品项 如果你手上有的话 你才有机会去换到 你想要的那些药 我在六七年前就要成立缺药中心 可是政府好像觉得 这个缺药中心是没有这个必要性 是设了一个缺药平台是没错 可是这个缺药平台 我觉得只是一个缺药公告平台而已 因为他没有实际上的去解决缺药的问题 针对这个美国在一九九九年 他就成立了一个缺药中心 缺药中心他必须要哪些使命呢 必须要预防缓解解决缺药问题 卫福部已经只是食药署规划成立缺药中心 不过FDA现有的人力已经够忙了 恐怕必须要给另外的人力和资源投入 才能发挥效果 而不止西药缺 还有 前一阵子的那个中药的缺货 主要是以清热解毒药跟感冒药为主 很多中药材来自中国大陆 过年前他们因为新冠疫情 在地中药材需求量大增 药材难出口 加上碰到春节货运交通也暂停 年后已经逐渐恢复正常 但科学中药的缺药潮 从一两个月前开始 现在还在缺 为什么科学中药会缺呢 那我去了解一下 也跟中药床的总经理 做个讨论 他们说过去呢 因为这个清冠一号 被民众所接受 那民众对中药的这个信赖度提升 所以使用中药的民众 或者中医师的一个看诊量增加 百分之到三十到五十 使用这个中药来治疗 长新冠或新冠后遗症的人 还人数颇多 目前在我的门诊里面 百分之三十五的病人 都是来看长新冠或者新冠后遗症 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 可能未来还会面临到原料短缺 价格上涨 政府要做长期规划 而不是事情发生了 才解决 TVBS新闻 柯盛雄热广 广播完一节 台不到 香肠供丸乌与子 这些都是加工食品 英国有一位教授 他在四个星期里 把这些食品 从三成增量到八成 结果胖了七公斤 我会把它搓一搓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油脂比较容易出来 料理香肠前 先前处理一下 接下来别急着煎货炸 而是先用水煮熟 这是护理师谭敦慈家 吃香肠的Mega 因为加工肉品里 有添加亚硝酸盐 我们知道这个亚硝酸盐 其实它是必要之二 它如果没有加亚硝酸盐的话 其实会产生一个更可怕的 叫肉毒感菌 那所以这个肉毒感菌 如果吃了之后 大家都知道没办法呼吸 肌肉就松弛了 这是很可怕的事 那所以你先用水煮 煮完之后呢 你等一下煮的时间 就不是那么长 而且就不是高温 那样子呢 它就不会变成亚硝酸 其实呢 这个我们不是怕 这个亚硝酸盐 我们担心的是变成亚硝酸 那它就是致癌物质 煮熟以后再放进烤箱烤一下 香气风味更好 如果想用煎的 也别再放油 利用香肠自身油脂就够了 过年常会有香肠这一味 另外像是培根火腿 等等的加工红肉 不是不能吃 只是不建议吃太多 而想吃的话 教你配薄 其实我们在吃这些东西呢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研究 有一些解毒剂 证实这高维生素C的水果 可以抑制亚硝酸的形成 那农委会当时曾经说的是说 一颗芭蜡解18根香肠的毒 但是我觉得 我们不可能有吃到18根香肠嘛 这样真的是过量了 但是呢 其实呢 它是因为是高维生素C的水果 所以你可以吃一点芭蜡 然后还可以吃点什么 释迦 高抗氧化力的水果 亚硝酸盐清除力就越好 而过年也很常吃的乌鱼籽 可以这样做 就像乌鱼籽 它是属于高盐分的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高盐分的呢 我们就要 就吃一点假的 高假的水果 也可以这个减少 我们这个血压的变化 不过这个不适合 这个洗肾病人 因为洗肾病人 假不能高 所以吃乌鱼籽呢 如果配苹果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在医学上 我们都认为说 你吃这浆乳肉品 就是比较高温 就说 比如说你高温 加这种加工肉品 它里面含有一些食品添加 是亚硝酸盐 高温 它就变亚硝胺 像亚硝胺的话 我们说很多医学的研究 告诉我们说 长久 吃到大量亚硝胺的话 它也会增加一些 一些肠胃道肿瘤风险 比如增加大肠癌的风险都会 有一位伦敦大学的副教授 亲身实验 挑战在四个星期内 将平常大约会吃 百分之三十超加工食品的量 增加到百分之八十 结果四周后 他胖了快七公斤 出现睡不好焦虑 人变迟钝变老等等状况 而什么东西 算是超加工食品呢 包括各式各样 含糖饮料和碳酸饮料 饼干 加工肉品和鱼排 面包泡面 冷冻食品 例如馒头包子 微波及时食品 像是意大利面炒饭等等 加工的食品 它通常为了怕 就是比较容易变坏 用糖盐 或是添加一些 像比较高磷的 那种的这个添加物 它就比较不会坏掉 所以它比较不会坏掉的时候 这些对我们身体 当然都会影响 像盐分 通常就比较容易有高血压 那比较高磷 它通常摄取得多了之后 像有些肾脏不好的 或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还排不掉 磷的话 对身体来讲 高就比较容易 有一些快速老化 然后那种血管 这个久了之后 容易血管钙化 对心脏不好 超加工食品 有四个特性 热量高 富含精致碳水化合物 缺乏纤维 大分量包装 而且便于使用 只需要简单的准备 就可以吃 那如果你加工程序越多 你很多营养素 就会跟着被破坏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 因为你在加工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把你的食物 调整的它的味道 所以你必须可能 也会添加一些食品添加物 这两年很风行 就是自己把水果晒成干 用机器把它烘干 会觉得我是天然的果干 而且我没有添加东西 但是我们可能要想到 一件事情是 你在加工的过程 温度会破坏到 你的维他命C 那再来就是 因为他体积缩小了 你可能无形当中 会吃到过多的热量 营养师认为 直接吃水果最好 其实加工食品 不是不能吃 而是要自律的吃 聪明吃 当然天然的最好 口腹之欲满足的同时 也别忘了身体健康要顾 TVBS新闻张正安 李延志文 一节才会不到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